大家好,我是北京齐哥 今天我要去一家北京70后和80后 都比较有情怀的店 当年它对标的可是刚入中国的肯德基 这边治理的变化太大了 也好久没来了 咱们不知道这里面从味道 从价格方面都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童年的一个回忆 现在下午两点一刻 这里的套餐跟以前还一样 除了涨了价了其他的都一样 然后增加了几个几种套餐 以前就有什么块肉的 现在卖包子了 这是什么呀 奶油瓶的 奶油瓶 奶油瓶 奶油 奶酪慕斯 这是新东西 其实还有点姜肉什么的 然后他们家现在还出那个什么 宫宝鸡精饭 鱼香肉丝饭 红烧肉的 对 他这墙上有这个北京华天集团的一个介绍 华天旗下有21个中华老字号品牌 23个老字号品牌 三个飞宜 这是一个国企的老字号的一个餐饮 像这庆丰啊 还有前段时间咱们吃的新川啊 都是他们家的 一碗粥 四种凉菜 两个烧饼 四块鸡 一共三十五个 餐家主要的特色就是这烧饼和这些烧鸡 这鸡在外头还真没吃过这一味儿的 我们点的是大套餐 里面有四块鸡 四块鸡 然后两个烧饼 他家这个特色 这个鸡是用好多种香料味的 然后烤出来的 他家这小菜里面 我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泡菜 这个泡菜啊 还不是北京哪都能买得到 一些老北京的店里面才有这个泡菜 配上这些肉食和粥一起吃 特别解腻 我刚才查了一下 这香肥烤鸡是从90年才开始营业的 对于我们70号80号而言呢 这个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可能比我们次数再大的呢 对这个品牌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情怀 但是东西真的是好吃 对 西单三五百年这种荤素搭配是很实惠的 参加除了烤鸡 然后就是这个烧饼 就特别松软这个烧饼 有点像点心的那种感觉 可能也是加油加的多 以前来了之后 临早的时候都会单独打包 十个十五个这种烧饼 带回家 对他这烧饼别地还没有 因为在我印象中 肯德鸡应该是 以前的套餐是有一瓶水 拿了几块鸡 一个餐包 一个土豆鱼 菜丝的沙拉 原白菜那种菜丝的沙拉 我印象是 对应该是有一个到两个餐包 对小面包 其实跟这个形式差不多 我感觉它的竞品应该是可能 但是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发明出来的 对 所以当时出来的时候 九几年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喜欢吃这个 当然就是它没有洋快餐那么吸引人 但是我们本地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它的味道符合咱们的中国味 看下烧鸡特别还是软辣 它特别入味 一烤烧鸡一烤火 我来烤小鸡特 再喝口粥 好 再喝口粥 嗯 鸡特别搭配其实挺酱油的 对 就点了一个套餐 我们俩分着吃的 待会还要去吃别的 就尝尝以前的味道 我们吃完了 吃完 我们俩商量着再打包 先过来一袋商量完了 再拿一只整鸡 咱家那个西四那店现在开上吗 开上那样 现在几个店 现在六家 哎呦六家了 对 鸡是88的 多少钱一斤那斤 40一斤 啊 40一斤 差不多是两个 嗯 酒吧 了 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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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